今天我们来关心同样大家提高警觉的 还有因为这个禽流感的疫情 现在到底是谁隐匿了疫情呢 因为这个禽流感疫情下台的农委会前房检局长许天来 当时他口中说了老板到底是谁 还有这大老板到底是哪一位呢 在昨天晚间农委会调查的报告记者会上 终于是真相大白 他坦言说这老板就是前主委陈武雄 至于大老板则是行政院 记者会公布禽流感调查报告 回应外界质疑前农委会房检局长许天来 当时迟迟不公布疫情的主因 就是因为老板 而口中的老板和大老板究竟是谁 老板有交代 交代要干嘛 交代要好好去研读相关的文献 相关的论文 相关的资料 再来讨论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讲的老板 就是本会的陈前主委 那这样的一个禽流感 疫情的相关的防治规范 因为要报行政院核定 所以他口中的大老板 就是指行政院 农委会终于公布 许天来口中的老板名单 不过当时新上任主委陈宝基 承诺在19号说明调查报告 却改由副主委胡行华出席 并否认隐匿疫情 但关键禽流感是否为高病原的认定问题 几乎全交由主命代为回答 我们续位所认为 这个在判定禽流感病毒的时候 因为临床症状会有极大的差异性 因此不宜将临床症状 列为一个确诊的一个判断 可是我们防检局会认为 临床症状对确诊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续位所议会防检局 双头马车不同调 能我会表示最后由当时的主委 陈武雄决定 由续位所专案小组 判定各地的禽流感疫情 是否为高病原 防检局再来接替后续的防疫工作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调查报告记者会 还是对各地的养鸡场 请流感应勤 是否为高病原 没有结论 只说当时的疏失会在讨论后就责 看来这样的结论很难让各界接受 整体秀林东敏 盐田恩森小组台北采访报道